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国阵政府继续执政 将保证五种日常用品 包括白米 面粉 煤气 石油及白糖都不会涨价 他说 改部这两个月来为减轻人民生活负担 已经先后在全国各地职办700场转销会 销售额达到3500万令吉并承诺 如果国阵继续执政 转销会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战队纳吉早前在国阵竞选宣言中 宣布一码援助金加码 智库正改研究所KPRU执行总监王伟欣认为 政府花费大笔金钱在分派援金 反映出消费税导致国人的生活艰苦 他说 尽管政府与多民部长声称 大马生活费提高无关消费税 但智库的研究却说明 实施消费税后造成的影响包括 物价上涨 生活费提高 百姓生活负担重 尤其对低收入群更造成压力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只关注消费税为国家带来多少税收 始终没有提出更有效的措施 控制消费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王伟欣透露 政府今年分派的一把援助金Bream金额 占了去年消费税税收的14% 而随着首相宣布为Bream增设新类别 以及对原有类别加码后 届时所分派的Bream金额 将占去年消费税税收的20%期 换个焦点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昨晚宣布柔佛一国四周的候选人 其中 之前四届大选 皆由乌成豪上阵的士姑来周袭 将改由陈宏斌上阵 对此 乌成豪感到无奈 伤心和失望 不过并不会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也不愿上阵拉美式国席 他表示 即便可能就此不获任何上阵机会 也不会认同离开园区 到其他一席上阵的策略 至于会不会为陈宏斌助选 乌成豪回应 如果陈宏斌还当他是师父 他个人并不会回聚 今天下午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